王昭君,古代和亲女子中的颜值巅峰 王昭君他爹老来得女 喜欢他不行,逢人就炫耀 我老王的起烟炸裂了 老王也有今天 为了一睹昭君妹子的美貌 同村的小青年都是排着队去老王家帮忙干活 那年头,好看是稀缺资源 而稀缺资源 刀子那 昭君妹子就被安排在进宫的秀女名单里 这些美妹们进了宫 头一件事就是拍证件照 就我批个摄几连 五十 就我批个偶是打拼妹 八十 负责秀女照片的毛颜兽 收红包收得手软 到了王昭君这儿 一百二 我都长这样的,还能找你批 呵呵 据说汉原帝看了照片吓得街了 连着三个晚上多梦 公元前33年 男匈奴首领呼喊爷来了 匈奴内斗的时候他搞不赢 就任大汉朝当爸爸 这次来长安 主要是为了讨个媳妇 爸爸,我好寂寞呀 汉原帝想起了王昭君 叫那个王昭君去 救他,镇得住 昭君妹子没得选 被强暗人头当了匈奴媳妇 送亲时 汉原帝才和王昭君第一次会面 结果当场就震惊了 呼喊爷更震惊 这给我的 大汉朝皇帝的胸襟 真的像大汉一样宽广 瞧瞧人大汉皇帝的气度 这胸襟 这种大美人 人家不稀罕 送我来 不用客气 但后悔也没用 昭君妹子还是跟着他老公去新家了 抵达匈奴的王昭君 很快就适应了那里的生活 还将汉朝人的生活技能 比如绣花织布 交给匈奴姑娘们 虽然远离故土 但王昭君用自己的青春 换来了汉兄之间的和平与安定 我把这种青春 以后 他们在迷走